Rion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ion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上不列碟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的地圖 好,我們來稍微講一下紅方 紅方是波蘭 波蘭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大莊園 是可以取代模仿的 這個大莊園有什麼特色呢? 這個特色就是在大莊園旁邊撒農田的時候 只要農田一建造完成 就會立刻採收10%的食物 這個效果可以讓波蘭成為 世界帝國裡面採收食物最快的一個文明 這個能力非常誇張 到了後期你可以贏個對手 可能一兩萬,甚至誇張點三到四萬 都有可能,甚至是非常非常後期 可能打一兩個小時 才有可能出現這種差距 所以波蘭人是我一直也很喜歡的文明 他打到到後期,有些職業賽事裡面 也可以看到他的落量都是非常誇張的 波蘭除此之外還有這個便宜的騎士 他這個便宜的騎士 貴族特權點下去之後 這個是銀貫效果 點下去之後 騎士的黃劍只需要30黃金而已 甚至秉一隻工兵的造價還要便宜 那只需要大量肉 然後配上少量黃金 就可以出產非常多的騎士 但是他這個肉量 又可以用這個大莊去補足 所以波蘭來說 算是一個滿全面性的文明 他打強弩的路線也是可以 他也有這個強弩 而且也有這個拇指環 所以打工兵路線也是ok的 雖然沒有三級仿跟這個三級馬卡 但總體而言 這個工兵是需要攻擊的 防禦不是重點 那騎士雖然有點可惜 但是如果給他三級仿的話 因為太強了 畢竟他這個金冠 烈克的提示遺產 可以讓肉馬會有践踏效果 每一隻肉馬都有擁有 這個半戰體聖騎兵的這個践踏效果 實在太強了 所以這個三仿絕對不能有 有的話這個波蘭實在是做得太壞了 那除此之外呢 他打步兵也是可以的 步兵、工兵、騎兵都可以 那步兵的話還可以打這個戰錘兵 戰錘兵是他的寶兵 那他的寶兵這個效果 可以打這個單位 每打一下都可以破一下防禦 最多只能扣到0防而已 那如果對方想要讓這個防禦回來的話 就要用這個升旅 把這個單位補血補到滿 就可以把這個鎧甲給修復回來 破完人這個招式 可以配上這個戰毛兵 加上戰錘兵的一個打法 戰錘兵在前方打 後方戰錘兵增加傷害 那也可以有這種 戰錘兵 然後再加上急兵 垂兵的一個打法 還有洛馬 這個方法都有 大家比較常見是配洛馬 出急兵的畫面滿少的 因為洛馬有這個践踏效果實在太強 那除此之外呢 破完人還可以去挖石頭 去增加黃金 所以破完人到後期 黃金樹會比別人多一點點 這也是破完人的一個一大特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對方 不列典人 不列典人 是一個吃免養 可以熏化動物速度非常快的文明 但是前期的大部分時候 還是會先優先吃鹿肉 跟豬肉 一樣先把這個野味吃完 再來吃安全的資源 讓這個不列典效果 前期可以高速上到封建時代 或是轉出這個裝甲步兵的前期壓制的打法 那不列典人出租之外 還有這個TC 造價是全球性命最便宜的 他這個TC 人家可能可以開3TC 他可以直接開到4TC 都沒有問題 這木材實在太便宜了 那出租之外 不列典還有這個工兵 超強的 射程 最著名的英國常工兵 就是這個不列典 那不列典也算是CD5 最熱門的文明之意 常工兵真的玩起來真的蠻爽快的 缺點就是 他的射速太慢了 他並沒有拇指環 所以不列典到後期 還是需要轉出一些 可以讓他在正面 做一個防守的一個單位 例如擊兵 去擋遊俠 還有轉一些戰毛兵 還有用這個劇情投石機去拆架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作戰選擇吧 那目前看起來 有可能是要打龍馬開一局 但這邊有可能還是會先按棒棒 因為這邊棒棒出去的時間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有挖金喔 這邊還是有可能 會直接去打一個三裝甲 然後轉裝甲步兵升級的一個路線 但我覺得不確定了 因為現在看起來這個裝甲時間 出場時間有點偏晚了 19P點封劍 那這邊棒棒也沒有第一時間出門 這邊是想要憋到兩隻 才要出去的樣子喔 那這邊還有挖黃金 這邊不列典應該是想要看一下對方的應對喔 如果對方應對還不錯的話 裝甲步兵就不上 那如果對方是打一個弱馬開局的話 再用裝甲步兵就會上 是一個這樣的許死的問題喔 打弓病的話就不上裝甲 如果是打弱馬的話就上裝甲 這個套路非常的清楚明瞭 好來看一下這邊三棒棒出去 果然是要三棒棒 但是破爛這邊也是選擇棒棒開局 喔也是三棒棒喔 兩邊都是雙棒棒 但這邊挖黃金是 這樣遠距離柴黃金的喔 那為什麼不下這個礦場 主要是因為礦場要100木喔 100木的話在前期其實是很消耗很大的一件事情 好那這邊不列點覺得要上裝甲 因為對方並不是工兵開局 那這邊棒棒還在出 哇出到四棒棒 但是對方裝甲已經要升級好了 這邊裝甲一過來可能會傷到點東西喔 好棒棒這邊四棒棒 喔看到了看到了 然後對手的裝甲過來 這邊升到了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一下 剪下這個一級農田 但是沒有去下這個射箭場 這邊應該是有看到裝甲步兵過來 好看到三隻裝甲過來有點害怕 雖然自己是四棒棒 但自己現在要升級裝甲是不可能的 因為點下一級農田沒有那麼多木材跟肉 可以去支撐 那這邊農田可能要先守住喔 不是農田 這個大莊園 大莊園守不住的話 才可以繼續產肉 有肉的話才有可能繼續產村民 好那這邊破爛的一個OP之處就出現了 他現在兩個人挖石頭 可以插劍塔之外 還可以產生黃金 那這邊可以考慮喔 產下一點黃金之後 就可以去轉出這個裝甲步兵升級 但現在短裝甲步已經升級 風險實在太高了 因為現在已經遊戲時間來到快12分鐘了 這個時間點喔 對方的工兵很快就可以出來了 基本上你出去的話 工兵可能也在人家等 好那這邊直接拉了武村 到後方想要來做一個插塔動作 直接插在一個木區的位置 好但是這邊大莊園 已經旁邊有個 劍塔在做防守 那破爛這個挖石頭給黃金的一個效果 可能就是要給大家喔 打這個大莊園的時候 有這個東西可以防守 因為大莊園其實是很難守下來的 因為你在旁邊插農田的時候 你的村民喔 要跑到TC喔 有段距離喔 會蠻危險的 那這段距離通常會損失蠻多村民的 那這個劍塔給的效果就其實還不錯 好那這邊插了一個劍塔之後 開始要來攻擊這個房子 感覺是想要來連環塔 慢慢伸插進去 給對方造成打擊 好但是雙隻裝甲過來 但是四隻民兵過來 看了一下 三隻工兵往上走 加利工兵搖過來 那還蠻特別的一件事情喔 突然的塔攻也是蠻強勢的 不然封建塔攻的優勢就是他的村民會回血喔 就算你看他被射了一下 後一滴血 又回完了 40滴血 好這邊果然要選擇連環塔 慢慢塔到他的祖金的位置喔 好但是這邊如果工兵過來 這邊的村民可能就大難零頭了 原來現在裝甲步兵 這邊也不是裝甲 民兵是沒辦法打工兵的 哇怎麼辦怎麼辦 第一時間 直接做反擊 但是這邊裝甲步兵砍吹的速度非常快速 一隻村民直接倒地 裝甲步兵直接上來尻 民兵也上去來圍毆 這邊民兵直接快要倒光 剩下一隻 直接損失兩村 這兩村還在發呆 沒有第一時間做反擊 這時候毛兵終於出來了 毛兵一出來還可以稍微防守一下 這邊收村 直接收掉 上方這邊連環塔 越來越步步逼近了 結果這個房子敲到一半怎麼去敲別的 後來這邊打得有點極限 一開始就被吐了兩村 有點尷尬 村民處稍微落後了 31村打上35村 這邊直接收村 但是這邊是連環塔的關係 這邊村民可以到後方 直接 進劍塔 做一個輸出傷害 這邊辣村民實在太多 這個應該可以直接拆得掉 這個連環塔居然 沒機會啊 直接被連拆兩塔 哇 不列連這一波連環塔解釋很棒 這邊繼續收村也來不及 因為拆村民實在太快 雖然這邊很多村民都殘血 但這邊有工兵 在輸出 這邊也沒有第一時間 去把這個殘血的村民給挑掉 稍微可惜了一點 這邊只能選擇撤萃 但這邊也兩支劍塔 換到這些村民 沒有工作的時間 也是稍微小賺一點點 但我不能說是賺 忽然可能自己有點虧 因為他自己也投資了五村 在這邊蓋建築物 拆房子 這段時間也是 耗費了蠻多時間 沒有踩資源 所以整體而已 看起來是波瀾小虧 並沒有賺 而且這邊又被抓掉兩村 波瀾其實有點痛苦 好 大中原補下第二個 不再加TC附近的位置 哇這個田就灑得很美 九宮格 全部補完 好這邊再補下劍塔 再持續想要再騷擾一次 好 不裂點工兵 十字 數量開始多了起來 但這次還會再過來嗎 但這次有毛兵在這裡 其實也不太好燒了 好 好 剛剛打蛋之後 突然的村民血量又拉了回來 五隻村民又全部滿血了 好 又要再拉一次嗎 沒有沒有沒有 又來這邊拔木了 我想說他又再去查一次喔 這麼狠喔 好這次波瀾學到的教訓喔 要把這個劍塔給封死 好不打靈魂塔 好呢看起來這波進攻 我覺得要打到東西可能會有點困難了 好這時候突然點下來一擊一射 那點下一擊一射之後 這根劍塔就可以射到這邊主經的位置 但只能射到半邊而已 可能找個機會喔 還是要把這個劍塔往裡面再繼續聲插一下 好這邊就可以直接收村 開始做輸出 欸這邊直接射掉一村 還沒賺的 但是後方這邊工兵也過來燒了喔 這邊村民毛病沒有在家 這邊毛病還點下一擊一防喔 有一擊一防的話 毛病就會輕鬆解掉家裡的內患 這邊將村民直接斷金 斷金了 上方這邊 伺候直接衝了進來 這邊直接收村 把村民直接收到這個劍塔裡 相當的安全 但是後來這邊的工兵要怎麼解決呢 好現在第一時間喔 廖龍桃去打工兵才對喔 工兵先解決 這邊趕快收村 哇這邊不列點直接撞TC 開打 決定還是要拉走 直接一直吃這個傷害 也不是個辦法 兩邊已經打了到22分鐘了 還在封建時代喔 這個打的真是蠻久的 好這邊撒下更多田 黃金現在被斷了 要找一個附金挖一下 OK 那目前不列點 這邊進攻還是比較無謂設立的 因為這邊肉馬可以直接砍這些毛病 那這邊要趕快直接收村 在這邊收完村了 還有三隻沒辦法進去 只能跑掉 好這邊第一時間去射弱馬 可以得相當快速 好那現在這樣打的話 補列點可能會有點尷尬 因為這邊如果在打進塔上面算 不會被進塔射 但後邊的毛病會做輸出 那這邊還會再繼續輸出的話 劍塔可能會打掉所有的單位喔 這邊弱馬直接被扁死 弱馬全部倒地 毛病直接做個輸出 弓兵全部倒光 哇我就知道 完兵這樣子 這裡不列點完全沒有藏到甜頭啊 哇 村民差距五村 村民差距打得出來 雖然波羅蘭有稍微落後的感覺 但是 不列點由於損失掉了自己所有的單位喔 這邊只能有點被動了 但是波羅蘭不知道在幹什麼 在那邊打木槍不知道在幹嘛 怪怪的啊 波羅蘭這邊怪怪的啊 好房屋再補一下 好房屋再補一下 4級也補一下 這邊不用4級喔 買賣就可以直接上到城堡賽了 但是這邊在等這個輪走技術好 所以上城堡時間還要再脫的更晚一些 但是這個經濟喔 絕對會比不列點好 這邊一鍵塔帶來繼續深入 不列點應該是有看到 這邊沒有第一時間派弓兵喔 加村民直接去扁這個喔 因為有點是害怕後面的毛病的關係喔 所以沒有上來打 選擇直接把這個弓兵喔 往後拉了 在這裡 在座家裡防守巡弱而已 好這個經濟塔插起來之後 稍微圍一下 好再稍微再加速一下 那目前不列點看起來要打的路線是 待會以上的城堡賽喔 應該轉一點騎士喔 然後再去升級這個奴兵喔 更多擊射 那這邊要稍微存一下肉喔 肉可能會來不及升級喔 黃金樹可能也不太夠 好一級均一點下 突然這邊木頭有點太爆量了 突然現在出了兩隻騎士 魔兵升級 二級射 波蘭這邊補下非常多的一個瞭望塔 那我覺得這個防守概念非常好 因為其實波蘭的防守不靠瞭望塔的話 真的很難鎖住這些大中原 但是有這些劍塔之後 對方真的要來一局進攻的話 畫面就會變成剛剛那樣子喔 直接被射光光喔 我覺得波蘭這位玩家的想法還不錯 用這個挖石 然後用這個劍塔防守 雖然挖黃... 一般來說喔 一般的文明喔 去挖石頭 是一個傷經濟的事情喔 但對波蘭來說 沒那麼傷喔 畢竟他挖石頭 可以產出黃金喔 可以稍微補一下自己的經濟喔 可以稍微補一下自己的經濟喔 好這邊有點下戰毛兵的升級 還有點下這個二級木二級農 哇打得非常農 但第一時間沒有開下TC 就有點尷尬了 這邊可能在忙在控這一桌邊喔 所以沒時間開 那TC可以考慮開這個位置喔 那這個位置 算是他的一個主金位置喔 這個主金趕快拿回來比較好 或是這邊開個TC也可以喔 那我覺得開這個位置更好 還可以挖下石頭 那可能就是這個TC 開在這裡 一個蓋在這裡 結果直接蓋在家裡喔 蓋得非常安全 直接蓋在大裝備旁邊喔 也是個選擇喔 好 那不列顛這邊有點不知道該怎麼打 我覺得不列顛如果不知道該怎麼打的話 應該趕快去開TC才對喔 趕快把這個經濟農起來 好 騎士加上輕騎兵的一個策略 全部解掉 這些戰毛兵 那工兵 我覺得沒有必要 也跟過來去打這個戰毛兵喔 這邊走過來還會被禁塔射 好不如就直接去對方喔 找個機會打 好 那TC確實開在這個位置 好那第一時間看要不要收吞喔 去把這個禁塔射一次喔 不然這個馬損失速度也是蠻快的 對方畢竟有這個二級射的關係喔 禁塔上有攻擊有期喔 射久了這個騎士還是會直接挫 挫力彈的 好這邊由於有收吞的關係 所以這邊還是可以 對對方的村民造成大量傷害 這邊想要再修一下劍塔 這個時候又被打噴了出來 村民直接被射死 後面的工兵 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在逛街 這邊可能以為外面有偷藏建築物資料 稍微巡邏一下 但用工兵去巡邏 好像有點怪怪的 通常工兵 要嘛就是要去躲對方的偵察 直接走到底喔 邊邊角角 然後工兵去突襲一波 那這邊並不是喔 這邊是走到了外圍之處喔 又直接拉到對方的家裡喔 那還是很容易被對方偵察到 那這一波的工兵突襲 可能就會做不到事情 好 不列天這邊又死了一村 尷尬 好 但是這邊喔 波蘭的村民術並沒有領先喔 畢竟 前面死的村民術有點多喔 死了十一村喔 那不列天這邊 前期進攻打得還算不錯 但波蘭這邊是很適合 轉手為攻的一個文明喔 填下了品種加上耕種技術 好 供命數量越來越多喔 來到了18隻 喔 這時候忽然還點下了貴族特權 這就是我們開頭講的 貴族特權點下之後 每一隻騎士的黃金 造價只要30斤喔 但是肉一樣是65肉 所以這邊要小心喔 這邊肉量可能會很短缺喔 所以這邊要趕快補下大量的一個大莊園 這邊大莊園再補 但這個莊園的位置蓋得不是很好 可以考慮 這邊不能蓋 這邊空進不夠了 好 不列天終於把家裡的進打全部拆除之後 開始潛壓城堡了 那自己TC開到第四個了 經濟弄得非常好 反倒是破爛這邊 經濟弄得稍微晚了一點 為己方點下 那有不列顛 彈刀雪有了之後 要稍微小心他了 這個工兵 再也不會砲了 不會再砲弓了 好 那這邊三TC開完之後 突然第四個TC可以考慮開在外面這個位置 那這邊八隻騎士 直接往外走 哇 這波前壓 壓力也給的扎扎實實 這邊工兵過來會有點完蛋 這邊可能要先稍微收穿了 雖然這邊我覺得他應該是不會進來喔 但是有彈道雪的關係喔 會射得很準 而且他射程很遠喔 現在不列天工兵像有八射程喔 不過再點一下義勇奇兵的科技的話 他就會變九色塵 雖然這個義勇奇兵的科技喔 通常是電容實戰採點喔 因為這個投資層門太貴了 750木頭 好 貴族特權 不然騎士直接出去圖農一波 不知道能不能打到一些物事出來喔 好 這邊有二級防的一個騎士 過來看了一下 直接開打 哇 哇 這裡沒有第一時間收村 這邊村民樹塞滿了 雖然有塞 塞了15個 但是其他沒辦法進去的村民 也只能在旁邊乾瞪眼 這邊打到一些村民 把這個人口的樹稍微拉近了一些些 但是 卻沒有非常拉近喔 村民樹還是相差了大概30村左右 好 外面在挖石頭 這邊又有一些騎士過來 再吐個一波 村民樹已經降至剩87村 還可以再多一點 變86了 可以得壓步 85村 越來越少 這邊 波蘭的一個 貴族特權騎士 打出了相當好的一個戰績 哇 現在四處著火 這波不利點錢壓 非常的給壓力 但是這個雙城堡 遇到了對方的劍塔跟TC還有城堡 還是要忘卻止步啊 忘卻止步 這件起來怪怪 這邊不利點沒有工程器的關係 還是要等到電龍時代 才可以繼續進攻了 出BK的話 工程器製造索 騎士 又可以輕鬆解掉 所以這邊上電龍時代 出巨型頭司機是最好的 這波騎士回救一下 稍微跟對方的普蘭騎士互打 但是由於不利點的一個奇病 是沒有品種的 跟對方互打 騎士不明智的選擇了 結果 果然 家裡這個騎士是完全擋不住了 村民處江村76村 兩邊村民差距已經拉近了剩下4村而已 不利點 這一波有點被反打了回去 經濟損失慘重 貴族特權的這一波騷擾 相當完免 好那這邊趁 他在看家裡的時候 這一波騎士直接上去貼了一下 但是這邊有稍微鑽了一下這個中 那這邊中間的一個城堡雙面夾擊 工兵還鑽了一個小 那這邊普蘭沒辦法繼續進攻 只能選擇撤退了 普蘭這邊打得很好 明明差距這麼大的時候 卻又把這個經濟的異森森拉了回來 智能用得非常極限 那這邊大裝龍一直有在灑 這個我就喜歡這樣子 就喜歡看到普蘭一直撒田 非常的美 哇這邊還出衝車 你該不會要城堡打帝王 然後直接硬督吧 4衝車開督 看起來是這個畫面沒錯 OK 衝車出來 騎士 騎士這邊再砍個一波 但是沒有繼續再繼續圖農了 好這一波 看了 村民直接出來修城堡 假的打衝車的動作 看這邊有騎士 那這邊工兵直接原地開火 射程非常遠 在這個小的地方 就可以直接對城堡的騎士 做成大量的傷害 哇你們看這波傷害 其實騎士血量掉得非常快 後面的工兵射爽爽爽 這邊騎士也沒第一時間去打村民 這邊還是在收村 有一個衝車在吸箭矢傷害也不錯 好但是這邊直接進入到了這個 攻擊範圍內 還是要先優先解決掉這個城堡 這個工兵還在輸出 怎麼辦了 射程 這個射程相當安全 而且這邊一擊火 騎士血量也是掉得非常快速 騎士數量一直在略減 雖然每隻騎士只要30黃金 但是騎士的肉量還是吃得非常多 肉一直沒辦法抬起來 這邊騎士一直補過來 這邊村民想要修理 不列電的村民能拯救這棟城堡嗎 但是就算拯救這棟城堡 這三台衝車要用工兵解掉也是相當困難 哇村民直接被騎士砍爆 沒有第一時間把這個騎士解掉 哇這個城堡還是要被撞爆了 哇這一波波蘭自己損失了大量的騎士 但是也成功的拿下了這座城堡 兩幫都是血虧 但是村民上卻是波蘭這邊的勝利 村民已經拉至95吋 反超不列顛 71吋 那不列顛家裡只靠工兵 確實是很難守住的 好那這邊守住之後 巨型投資機開始再繼續生產 要來拆對方城堡 但是我覺得這邊不列顛有點 算衝動嗎 這時候要拆城堡 你要確保自己可以守住巨型投資機的時候 才要出這麼多巨頭 不然現在出貴族特權騎士 再出了一波上來硬起 這個巨頭也是瞬間被拆掉的事情 而且不然又有挖石頭 這邊絕對是可以把城堡修回來 好這邊點下了這個鑄造技術 二級攻一點下 剛剛沒有二級攻就打出這樣的程序了 等一下等一下這個城堡喔 沒有人在修欸 只有三個人在修太少了 該不會要掉了吧 哇看起來吃掉了欸 哇靠 直接吃掉城堡 哇這個破爛有點太大意了 沒有閃 可以先 直接來攻擊 用衝車直接 統爆這些巨型投資機 撞爆撞爆 OK 撞爆之後 接下來撞的就是城堡了 這些工兵還是有點煩的 騎士要上去硬撒 硬撕掉嗎 好像可以 侧兵一個抖動 工兵想要撤退 後面騎士騎得上來 那一次解決掉了一些奴兵 這些奴兵沒有奴子環 射速非常緩慢 被貼上之後相當不利 但是騎士數量並沒有補上來 正在處理這些城堡 這個城堡看起來還是要被拆掉 這時候捕獵點補下了這個鍛造技術 補下了一些戰毛兵 要來反制對方的工兵 但是這邊戰毛兵數量沒有集結好 捕獵點在下水餃 捕獵點最喜歡打這種下水餃的畫面了 普流蘭這邊守住國土之後 開始把這邊大光念 該灑的鐵也慢慢補回來 紅田元素越來越穩定 這邊騎士稍微可以不用再繼續出了 這邊應該趕快先上帝龍時代 這邊還是有在出 但是這個肉量補的速度太快了 一直出騎士 肉還在一直往上飆 這就是忽然最誇張的地方 因為他一直瘋狂撒新田喔 這個肉 以蓋爾農田喔 肉又一直補上來 所以一直按騎士也沒問題 這個肉一直補 遇到對方強奴 戰毛兵數量也開始慢慢起來 搭配騎士 但是應該是還可以再繼續做一個進攻的 但右邊這邊完全沒有東西可以防守 這邊強奴可以打到非常多的東西 這邊點下了帝龍時代升級 村民也沒有第一時間跑掉 左邊的騎士過來想要來做個包抄 但是這邊有轉出一些清奇兵過來防守 但清奇兵要來擋可是有點困難 這邊清奇兵本來是要來去打戰毛兵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直接跟騎士對撞了 希望來拯救強奴 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強奴直接上了高地 想要用高地優勢去換一下這邊騎士 但騎士本身是Counter工兵單位的 打工兵的傷害其實非常高 這邊還是再度包了起來直接開扁 撥裂點工兵 直接全部倒地 這邊清奇兵果然還是有抓到一些戰毛兵 但是數量其實不多 三隻清奇兵而已喔 騎士過來救一下就可以擠掉 那不列典這邊臭名樹也是慢慢追回來了 回到了110幾村 波蘭這邊開始慢慢轉出清奇兵的升級 這邊大會可能要轉出大洛馬 那值得一提是喔 波蘭有這個大衝車的升級喔 所以波蘭打外加團戰的時候 也是可以出大衝車配上強弩的一個路線 所以我覺得波蘭真的是蠻萬能的 萬能文明喔 好 戰隊兵稍微擋一下這邊清奇兵 收成收成 看一下這邊波蘭會不會再繼續往外打 好 波蘭現在處境非常尷尬 這邊要用清奇兵去解戰毛兵 騎士要用弓兵解 就有點麻煩 我覺得突然 我覺得不列典還是可以出擊兵喔 來防守一下比較好 這邊有點太想要靠這個洛馬去解決這些事情 好 波蘭特權騎士 直接又踢了上來 但是這邊有城堡 加上強弩的一個射程 跟術將帶的關係喔 騎士全部倒地了 那只剩這邊戰毛兵 加上衝車直接往前推進 那以上地龍四代 波蘭點下的增兵技術跟三級攻 還有這個輪根制度 那待會應該還是要補下一下大洛馬升級喔 還有大洛馬燒六百斤喔 所以這邊黃金可能再補一下 清奇兵過來直接解掉這些戰毛兵應該沒什麼問題 這波波蘭衝得有點太快了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要等這個大衝車升級完 或是大洛馬升級好 再做一個進攻 但這波進我可能也是他故意的喔 想用這波進去喔 去爭取時間喔 畢竟這一波衝車喔 加上戰毛兵肉馬 騎士喔 送掉一波喔 可以讓他確實可以讓這個大洛馬升級完喔 還有三級攻 這個是怎樣 在打十槍 錘子敲十槍喔 好像沒什麼尾盒耶 畫面非常正確啦 反倒是那些拿劍砍十槍的 畫面看起來非常怪 好 那這邊不列天三級防野點下了 好 騎士這邊想要突圍 但是沒辦法進去 大洛馬一號 那波洛蘭這邊該不會是要存到八百斤 然後點下烈克提斯一產嗎 哇 真點下 烈克提克喔 不是烈克提斯 烈克提克 點下去之後 波洛蘭一起兵就會有這個践踏效果了 每一隻血量是一百滴 那如果這裡沒有疾病的話 火力點防守上可能會非常痛苦 好 靈甲加上重裝長槍兵 升一升 但是防具也要趕快升一下 那不列天這邊沒有轉出長弓兵 好像會有點麻煩一點喔 畢竟長弓兵射程很遠 但如果現在要轉長弓兵的話 城堡雖然也要夠多 但是我覺得現在也是可以升耶 講時代的 因為他城堡其實算夠了 這邊有兩座城堡 對不對 第三座開在這裡 總體而言 長弓兵其實是可以出的 看這邊不列天打的有點 偏被動 哇 你看 一隻 一隻一騎兵 直接打了這一坨輕騎兵 一百多滴血 就知道這個践踏效果有多強 好 践踏效果持續在践踏這些強奴 雖然這邊鑽了一個小 嘻 效果還不錯 而且還有城堡的加持 長弓應該可以守住 好 但是不列天的疾病快要升級好 大弱馬的效果可能會被稍微減弱一點 好 這時候破爛的肉量已經來到了68片田 肉量非常高 但是木頭有點爆亮了 好 展出了一些工程技製造所 要來轉大蟲車了嗎 哇 遊戲時間已經來到了一個小時 打了非常久兩邊 而且兩邊打的真的是有來遊玩 普列典這邊聰明樹拉到非常多 一百五十吋 但經濟上還是有點慘 好 三防也好 這個疾病三防好了之後 會非常強勢喔 好 破爛還在升級 衝撤升級 還點下來奧布奇 精銳的升級 奧布奇也可能是想要來針對對方疾病喔 但是目前破爛城堡的數量還不是夠多 待會可能要再點贏座城堡 可能要點這個高地處 或是這裡喔 都可以 好 去把這個城堡量產起來 奧布奇出場的一個效果才會更好 好 這邊直接騎了上來 想要打一波 哇 這一波這個洞 這個穴 有點好用 直接賺了進來 大量的 肉馬 這邊這兩個是怎樣 卡位 不讓他們進去 直接原地折返 哇 白癡 太智障了 沒有碰好 哎呀 看了好痛苦 有點醜 這畫面有點醜 看一下這個地方 好 捕獵典又要再嘗試做一波強攻 這波強攻路線 疾病過來直接戳爆大肉馬 但肉馬做一個反擊效果還不錯 好 這邊践踏效果還是讓這些疾病大量殘血 但這邊居然還有個洞 直接抓人進來 大量村民直接被踏了過去 哇 我們再來看一下後面剛剛這個回放 好 這邊肉馬回頭過來 哇 這邊這麼多村民 二三村 波蘭一騎兵 践踏效果直接踏爛這些村民 哇 很痛 太傷了 哇 血虧 他這邊賺爛 好 這邊上面其實有一波 哇 這邊直接踏上來 村民術以及瑞檢慎 剩下93村 這一波波蘭一騎兵 打擊效果非常好 而且這裡一點黃金都沒有傷到 1980多黃金都沒有花到 全部畫都是肉馬 都是食物而已 剛好食物又是波蘭最容易獲得的資源 波蘭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哇 剩下72村 連霸七村都不到了 好 但是不然正面該怎麼防守呢 正面這邊大疾病直接戳掉 但是疾病數量也被這些大洛馬直接踏光了 剩下這些強奴 強奴這邊能擋得住嗎 感覺有點困難 這一波再上來 好像要打GG了喔 你家裡經濟爆炸 這邊正面又打不贏 衝車又過來 劇情被拆掉 哇 村民直接到前線伐木了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嗎 太狠了 家裡這邊農田直接 直接被 被被被被被被踩光 這個大洛馬的踩踏難力太猛了 好 這邊正面突然開戰 好 我們這邊稍微巴苦一下 更多的疾病跟大洛馬直接過來 上方的一個疾病又補了過來 後面強奴 效果其實不是很好 這邊只有疾病可以拯救世界 兩邊血量掉得非常快 但是終界有幾隻戰錘兵在後面偷偷輸出 哇 這兩邊都是互相傷害 疾病損失掉了 但是肉馬也全部倒光 大衝車直接過來 波蘭居然還有錢可以轉出 強奴跟拇指環是什麼畫面 太奇怪了吧 化學也可以點 哇 這時候轉強奴 真是 沒有拉倫婆的意思啊 這樣工兵對射 不列典可能會輸喔 因為不列典沒有拇指環 只要進入射程範圍內的話 強奴可能是會射輸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也不用強奴 應該也會贏 跟這個大洛馬 直接 13個馬就 然後 高產 波蘭一騎兵 第二波再貼上來 我看就要沒了 不列典村民宿只剩6圓 太6了吧 而且 為什麼 呢 你 你 突然一擊兵上來 打最後一波 這一波的交戰 高地擊兵 戳爆了一堆肉馬 但是踐踏效果一直持續發生 後面還有一些強弩在投射 直擊兵倒數非常快速 這波大肉馬直接淹了過去 狐狸雲打出了GG 哇後面這個 畫面太美了 波羅蘭的一個 超爆肉量 直接贏兩萬肉 兩萬肉是什麼概念 一隻肉馬八十肉馬 十隻肉馬八百 一百隻肉馬八千肉 可以直接把它想像成 他多出了兩百多隻肉馬 直接淹了過去 哇這真的是受不了 這個這麼多肉馬 淹過去真的是打不贏 那不列天這邊出了一百三十隻的一個強弩 波羅蘭出了兩百隻的肉馬 這個肉馬 真的不好解啊 你即使出了疾兵 我先過來打 也有可能會打輸喔 雖然這個情況一樣 雖然你的數量也是夠多 但是數量上一直這樣交換下來 波羅蘭可能還是會被戳爆 但後面如果有疾病或戰毛病的話 這個戰場就可能變化又不一樣了 我覺得波羅蘭這邊打得非常好 一直去用這個肉馬跟這個貴主特群騎士 去後面換 那不列天的一個弱點很明顯喔 就是他的攻堅 雖然是非常強勢的 但是你只要不去理他的話 你只要去打後面薄弱的防守地方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不列天如果要這樣打的話 要攻堅的話 前期攻堅城堡這邊兩棟 指尖長弩加上巨頭守住 然後家裡趕快轉出這個疾兵的升級 然後趕快轉一些長江兵在家裡防守 甚至拍到前線會比較好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